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測試一個粉底 今次測試Chanel的Beta Lumiere Aqua 由於我媽媽買了東西 她就送了一個相片 我媽媽就說給了我用 我不知道顏色是否適合 這個是20 beige 這裡寫著它是Ultra Light Skin Perfecting Makeup 即是它是超級超級薄 但它也可以令你的膚色好像無瑕 好像很完美的皮膚 那我就會... 怎樣打開它 我想要剪開它 現在放在手上 其實它都慢慢滑下去 其實都不是超級薄 不是一聲就滑下去 那我先打底 我在T字位就會上這個 Shuomura的Primer 因為這個應該會比較控油 而且會收細毛孔 令到毛孔沒那麼粗大 那我就試一下 今天試完 我之前都用過的 但沒什麼留意它的效果 但我覺得這個 塗上T字的位置 其實好像很油 很滑 在這些位置我會塗上一個 潤一點的打底 好啦 那現在我就用Real Techniques的Expert Face Brush 就上入面 感覺其實是很水潤 還有少許香味 而且很容易推 哇...幾次裝修完了 旁邊 這個顏色好像深色了少許 它有點偏... 哇... 顏色比起我本身的膚色 是深色了少許 還有帶黃少許的 但我剛才塗上面的時候 真的覺得它好像... 真的很水潤 而且都很容易推 其實我剛才拿了這裡的份量 都足夠塗勻整塊面 但你說遮瑕度好不好呢 剛才嘗試了遮這裡的印 它是遮不了的 而且這些位置其實都很明顯 我的瑕疵還是 但我覺得均勻膚色那些都算OK 不是說超級好 但感覺是真的不錯的 真的很順滑 其實真的... 好像在塗水一樣 應該說它是一個很薄的gel狀 它可以令瑕疵 即是這些紅印 可以淡化了少許 但不是說遮瑕 我都明白的 因為它始終是很薄 但是顏色呢 現在塗上臉之後 就覺得OK 因為我覺得夏天其實... 我覺得夏天深色一點 都不是說很大問題的 我覺得它也帶了少許光澤感出來 我現在就化完整個妝 等它設定了之後再回來 好了 我現在化好了整個妝 我只差碎粉未上的 暫時來說 我覺得它的光澤感都很透露出來 都幾... 其實會比起我平時喜歡的光澤感 是多一點的 好像... 好像那些... 上了粉 大概幾個小時 開始有一點點亮的感覺 所以我想我會全面上粉 因為它好像都很潤 而且現在夏天 真的很容易溶妝 加上我今天要出整天外 所以我不想半邊面很美 半邊面很滑 就很乖乖地 所以我都會全面上粉 我想大家都... 就算你用這支粉底 可能你都會全面上粉 都不會半邊面的 感覺上呢 現在摸下去 就不覺得特別油 也都不覺得... 看上去都不是特別亮的 只不過是... 它真的光澤感是多一點點 嗯... 對了 另外那個感覺就... 我覺得都OK的 不算太厚 其實都... 那個感覺真的不錯 暫時 那... 遮瑕度就不是超級好 所以我自己都用了些遮瑕膏呢 就塗了在一些特別深色的瑕疵 因為始終我要出街 嗯... 還有... 我這裡呢... 有一個印好像變了好衣 所以我都遮一遮瑕它 啊... 剛才沒有按那個Record Button 不過現在呢 時間就是11點32分 那...其實基本上 我剛才只是上了碎粉 那...效果是好了很多 我就很喜歡這個效果 而且... 感覺都不是太厚的 那...我就... 過多幾個小時 因為我今天會常人去家 那...我就應該會在街上update 那...過幾個小時再見啦 現在幾點啊 5點...40 5點半 5點半 好啦...現在呢 就是下午的5點半啦 那... 我給大家很快地這樣看一看 其實... 我個人摸下去就不覺得油啦 也都不覺得特別乾啦 那...我男朋友呢就說 不覺得太靈啦 是吧 嗯... 有沒有那些紅啊 有沒有... 我可以問有沒有很噁心啊 都沒有 真的OK 就是整體來說OK 那...我... 再過多幾個小時 再回來update 現在呢5點半了 5點半 OK 現在呢是下午的... 6點半... 6點半左右啦 就是過了... 嗯... 先來照一照鏡先 我覺得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拍片更好啦 靜很多 嘩...好亮啊 好超級超級無敵亮啊 這裏反光反都很厲害 嗯...我覺得這些位置都不算太乾啦 其實... 但是真的... 這一個位呢... 超級超級亮啊 而且鼻子超纏啊 那很明顯 真的... 我有出過街 所以呢... 都一定有出汗啦 那...你說容妝容得厲害不厲害 其實... 我覺得這個膚色更均勻的 其實...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裏的燈光都不是很好 其實都更均勻的 只不過是真的超級無敵亮啊 那給大家看看 啊...這些角度很醜啊 但是... 對啦... 真的超級亮 那...大家看不看得到 會不會覺得它掉了呢 我只可以... 我... 因為我沒有戴眼鏡呢 我是遠視的 所以其實我看不到... 嗯... 就是... 真的... 就是... 我看不到脫了多少啦 但是... 摸下去我就覺得... 是T字位油啦 但是這些位都不算說很... 很重... 很Cakey 那... 但是這裏呢... 有少少乾... 但是這裏呢... 有少少乾啦 那我本身這裏都是偏乾的 那...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大家覺得呢... 有沒有脫掉呢 那留言告訴我啦 哈囉 大家好 我回來了 不知道呢... 那些食物有沒有攝到牙啦 因為剛剛才吃完飯 嗯... 但是... 現在呢... 就是... 時間是晚上8點49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原本我就想等久一點才做一個更新的 現在是過了... 十二一二... 十二八... 九個小時 但是我就有少少不舒服啦 所以就想早點休息 嗯... 那希望九個小時這個測試都夠啦 其實呢... 其實剛才... 自從上一次呢... 六點半左右呢... 我在車裡呢... 當時呢... 剛剛錄完那段之後呢... 我有補一補粉的 因為實在出太多汗啦... 嗯... 覺得很油啦... 那現在呢... 看回呢... 其實都是有一點點亮啦... 我是有打燈的... 不過我在鏡頭看呢... 都是有一點點亮啦... 嗯... 就未至於說好像濕滴滴的... 嗯... 那剛才一路沒有放大鏡呢... 我就看不到它有沒有掉啦... 那現在就... 終於看到... 其實我覺得都... 嗯... 就是那些紅印呢... 都是出來了啦... 其實都掉得很多的... 那但是呢... 我看到有些瑕疵位呢... 就沒有... 剛剛上粉底那時候那麼深色啦... 那所以其實它都還有少少... 很少的遮瑕度呢... 就是那些印呢... 都還是淡淡的色的... 那但是... 至於下巴這些位呢... 我想都掉了的... 其實是很紅啦... 那其實光紋都在這些位置才有啦... 但是... 其他位我就不覺得... 我這些位置都有少少乾... 那我就覺得冬天呢... 會比較適合啦... 那這個粉底... 嗯... 那其實夏天我覺得都... 就是它薄得來是很不錯的... 不過T字位呢... 就真的... 油到什麼... 那樣啦... 而且這裡都是超級油啦... 那但是這些位置都OK... 就是我覺得是... 很視乎你個人的膚質啦... 一向都是這樣說的啦... 那相信乾性皮膚的朋友呢... 都應該會喜歡的... 油性皮膚的人呢... 就... 未必會這麼喜歡啦... 那今天的測試呢... 就是這麼多啦...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少少不舒服... 我都想不到說什麼好... 那如果我有什麼東西留了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那裡問啦... 或者說啦... 那我就可以... 補答回你們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測試片呢... 記得給一個thumbs up... 那我就可以拍多些測試片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啦...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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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